政府再次表明暂时不会结束降关措施 加上私宅的价格相对回稳 房产分析师认为 这可能会促使一些官方买家决定投入市场 今天推出的新公寓项目Principle Garden 首日就吸引了将近2000人到示范单位参观 来来记者版本的报道 这个位于皇山一带的新公寓项目 是政府调高执行部管鼓励的越入地线后 推出的第一个大型私宅项目 但由于一定在市区边缘 对象区与这些公寓项目的不一样 所以发展商认为 销售应该会受到影响 因为我住我们这里 他们也是住在这边 所以说如果说能把一心 建在这一样的地方 那我肯定可以考虑 为迎合市场需求 近80%的单位是 一卧房和二卧房的小型公寓 这样一个地点 主要的客户是针对于 自助性还有是投资性的这个买箱 负金太大的话 没从这样可能有一定的影响 而且跟均衡市场调言 这个市区的其实在供应量方面 主要负金也是已经是 没有什么样的供应量的 和记者表示 国家发展部昨天再次表明 目前不会为降温措施松榜 加上私宅价格跌幅收窄 可能会凑使一些长远投资卖家 决定进场 预计接下来的私宅市场将稍微回弹 现在那个价格的调整呢 我们看得到其实就是单位数 每一个季度大概就是百分之一左右 这样子情况其实算是一种很平稳的那种 所谓下滑或者是调整期 一定没有办法找到最低点 现在已经低了 所以这个时候有低也是不多了 接下来的上 调商的机会又比较多 西传媒新闻记者 蓝力挺报道